三福田这样养生一整年没毛病 三福田是很多身体问题的高发期 有些时候还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中医说春夏养羊秋冬养阴 所以三福田一定要注重保养 那么三福田如何养生 一定要做对以下三件事 第一一定要借粮 特别是我们中老年人和年轻人 在炎热的夏季 一定不要从冰箱里拿出东西就吃 特别是冷饮 因为中老年人和儿童脾胃虚热 吃了这些凉东西不消化 而且会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留在体内 所以一定不要着急吃冰箱里东西 要放置长温几分钟之后再去食用 再有就是不要洗冷水澡 我们不能吃冷的食物 更不能在炎热的夏季满头大汗去吹空调 会得湿疹 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心情的一个平和舒缓 因为夏季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容易心烦气躁 我们一定要多多的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同时我们要补充适量的维生素和青菜等食物 以上几个重要的点大家记住了吗 每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合理饮食 大家关注合一老师 不活九十九 谁也不许走